我看批准動工 批准動工之後4至5年 批准的數目就會變成一個供應的數目 我們看到2002至2004的批准動工的總數目 就可以看到2007至2009的情況 供應這麼短就沒有問題 其實全世界市政府都很簡單 樓宇的需求單位跟人口數字 跟人口的年齡組別的變化 是有一個供應方程式計出來的 香港長遠的方程式是怎樣呢 平均的方程式是106萬個單位 如果是106萬個單位 如果是106萬個單位 兩年或者好幾年連續都不批准 國萬單位這個政府就是無陰道的政府 因為就會令到老百姓 只是一家八口一張床 沒有可能保存生活 新加坡的經驗是怎樣呢 九成的人住在公共房屋 影響經濟嗎 沒有啊 影響它的投資者也沒有啊 因為投資者有錢 有機會可以投資另一個地方 你現在香港的投資者 你除了房地產之外 你為什麼聽到有什麼好的投資呢 金融呢 你大腦霸了 不是那麼多人容易做了 有什麼做呢 就是經濟不前 和房地產那個新的保護主義的存在 就造成香港這個經濟上的深層次問題 問題的另一種 經濟的復蘇 我們說過了 以GDP來計算是很輕微的 以這個通脹來說 和這個零售來說是很輕微的 但是呢 看住宅和外公樓很快 2004、2005你看住宅的買賣價呢 升兩成幾 一成七 一年後左右呢 就會去中金那裏呢 是快點出來的 你看到 有一個一年的差距呢 租金呢 204是五點六 2005呢 就十一點 那2006是多少呢 可能比三點更大 辦公樓那裏呢 寫字樓呢 你看呢 更離譜了 寫字樓中德2005呢 是二十三點二的增長度 那你在民生 和在經濟方面 其實呢 這個政策呢 是會造成 往後幾年的傷害 那麼我們看我們物價 一路是隨著通縮 在網下跌 就算零售總值 我們呢 現在呢 只是大約回覆到 1997年的數字 就是大部分的市民 依然是處於這個經濟的 不穩定和低迷的情況之下 另外一個救命數呢 就是 旅遊園 亦都因為短暫的救命數呢 是造成我們長遠的傷害 我們將我們的旅遊行業 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合適 第一個時期呢 是比較均衡的合適 我們一個國際旅遊城市 內地來的是佔18.4 然後中間一個轉變期 中間轉變期呢 我們就看到呢 內地的旅客呢 就由18.4慢慢呢 增加到41點 一至總額 到203呢 已經到了這個定型的期了 我們的旅遊業呢 已經一去不服販了 我們的旅遊業呢 不能夠將自由行取消的 香港是一千平方公里 我們講可持續法治 我們講公質數的城市 這個是對我們最大的傷害 我們不需要龐大的人民 你去老陳廷啊 都將你逼我去死人啊 幾分鐘 那麼很多人 我們用一個經濟的門限呢 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資源有限 我們要走高黨制 那時候我們看到 日本客跌得很厲害 日本客是最明顯的 高黨制下 受到擠壓的一個疑長 而這個擠壓的疑長 會持續發展下去 所以我們 是否在旅遊遊 那時候 太深一點 分析一下的數字 看一個陳實情況如何 我們看到 這個五十幾個百分比 也去到飽和 因為大陸的同胞來過香港 是這樣的 你遲來都不好玩 結果呢 黨線會越來越低 更麻煩 變成是暑期的時候 你們珠三國 親和職友過來 小孩子 來香港 可能是公園 不管一下 借讀書本 公共讀書本 也輸了 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 所以我們的國際旅遊業 是受到嚴重長遠的壓力 就是因為持續發展 你看到的數字 在2005年已經跌得很厲害 2005年 2002年開始 都有非常龐大的生長 但是呢 到了2005年 只有增加8.2.4 今年是預期百分之十幾 但是這個目的沒有達到 應該是百分之十幾 左右 而前景呢 是不樂觀的 前景那麼樂觀的 多後方 旅遊資源呢 是會收到反效果 最後 另一個總結呢 就是 深層次問題的政治方面 我提出 香港特區 是面臨五種矛盾 五種矛盾 阿曾也好 或者任何人好 做第三屆特首 做第四屆特首 第五屆特首 一定要注意這五種矛盾 第一 就是政治實體要求 和基本法的矛盾 基本法寫得很清楚 是一國兩制 但是香港呢 就一直都有一種力量 是要香港成為一個 獨立於中國的政治實體 但是他不想說我獨立於主決鬥的力量 這個政治實體 是英國人呢 通過這個 所謂香港的地方行政的袋架 一直是扮育出來的 就是民主黨 公民黨 就很明顯 就是屬於所謂的政治實體 英國、美國 都是支持這個 香港成為一個 名義上一國之下的 實際上這個 真正的政治實體 這個是存在矛盾的 任何特首都不能夠回避這個問題 第二 就是高度自主與高度民主的矛盾 你高度自主就是 莫防外交學團 是屬於北京之外 其他屬於你 這個高度自主 就肯定不能夠 是奮吐的一個高度民主 因為如果不是 只有兩個方向出責 第一 就是李獨立 第二 就是下方軍民 阿爺 本法 只有兩個方向 麻煩你們全部記者請教 鑽石教授 因為作為一個地方政府 只能就是這樣 第三 就是政治發展 與經濟發展的法律 一直都是一個概念 經濟發展就可以解決政治問題 其實不是 就是政治上 搞事者不散後 經濟無法發展 一定是要政治穩定 經濟才能發展 這個是中國的發展方向 和東歐發展方向的不同 中國因為共產黨惡債 穩定 外資就是中意共產黨惡債 東歐議會政治 沒有人去投資 很簡單 政治不管是怎樣 是穩定性 就是非常重要 第四個謀行 就是香港傳統 是這樣的 而公務員 尤其是高層公務員 所謂政務官 那級的公務員 他入職的時候 一定經過政治審查 經過心理審查 分析過 你這位姓蝕的 你這位姓爭的 究竟會不會外國 你說我講不信你 問你 你看什麼報紙 文匯大都說 這麼晚 你說我看南華中報 我看星了一部 乖 乖 乖 人都不信 他還有其他問題 因為我親身是 特別是考證老闆 因此 人家育育出來的人 很難怪他 打工 我很多同學 我很多同學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